大家好,今天给大家讲一下小便出现这种扬事 我们要注意、当心、攀光癌 如今的癌症已经成为人类健康的第一杀手 对于癌症都是非常恐惧的 还癌、工作就变得尤为的重要 当小便出现这些异常的时候 我们也要警惕一下 第一点就是血尿 血尿是肿瘤的一种表现 大多数的人一般都会误认为泌尿系的感染 或者是存在结石等等这些情况 从未会晃松警惕 尤其是无痛性的血尿 更应该注意 这往往是由于泌尿系统的肿瘤所导致的 尤其是肾癌、攀光癌和前列腺癌这些类型 所以40岁以上的人穷要各外的留意小便的颜色的变化 第二点就是尿液出现混浊或者是有泡膜的尿 一般的尿液是成黄色轻亮的状态 出现尿液混浊或者是有白色的、粘着的或者有泡膜的等等这些情况的时候 就会说明我们的民尿系统发生了问题 一定要早点去医院进行检查 第三点就是尿液成酱油色 如果长期的尿液出现深色、棕色或者是酱油的、阳色的等等 可能是由于我们的肛脏或者是肾脏的肿瘤所导致的 这个时候也不要太麻痹大意 一定要及早地上医院进行检查